土地房屋政策是現屆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 針對房屋土地的政策著墨比較多 當中以明日大漁願景最受關注 計劃涵蓋在中部水域郊爾州 和喜寧州附近分階段填海 建造共約1,700公頃的人工島 而首階段的填海工程 預計會在2025年展開 興建26至40萬個住宅單位 給70至110萬人居住 當中七成是供應房屋 並連同大嶼山北岸和屯門沿海地帶等發展區 透過已新的運輸走廊和道路鐵路連接 令大嶼山成為通往世界 和連接大灣區城市的商門戶 亦會成為繼中環和九龍東後 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至於計劃所涉開支方面 政府消息透露最少涉款4至5千億元 而林鄭月娥就說 因為項目為期比較長 暫時未能估計整個項目的開支是多少 但當然去到明日大嶼 因為它這麼長遠 今天不可能去做基建的評估 但總的來說 這些是我們負擔得起的開支 是可以為香港的經濟發展 注入新的動力 為香港的市民提供更加好的生活 你覺得香港還有沒有希望 而藝人劉德華早前 亦曾經為智庫拍攝宣傳田海的短片 內容和明日大嶼相似 林鄭月娥坦然 她沒有和劉德華預先配合 但相信二人都是因為關顧下一代 所以理念相似 我看完之後是有些很驚訝 很驚訝的地方 就是為何這段短片 和我今次施政報告的理念 是這麼吻合 甚至用字都很接近 譬如前行 譬如希望 譬如適合就去做 要走就走 這些全部都在我2018年的施政報告 裏面出現過的字 但沒有夾過 我肯定告訴大家 是沒有夾過 為何會這麼吻合呢 就是可能因為我和華仔 都是生長在同一個年代 我長大幾年 應該是長大幾年 但我們大致上 都是生長在香港 騰飛的年代 我留意過華仔的出身 背景 亦跟我一樣是基層 我們都是出身於基層 我們都是受惠於香港的經濟發展 和香港人那種拼搏努力的精神 而去到今天的地位 我相對可以說 在政府裏面是成功 華仔在演藝界是非常之成功 我們去到這個年紀 老實說 還需要為自己做些甚麼呢 但我們都關顧下一代 我們都想下一代 好像我們這樣 有這個機會 在香港發展 不是每個人都說我移民 我走 他又提到知道短片推出之後 劉德華因為支持田可 而受到網民評擊 他認為非常不公道 但是很不幸 就短片出了之後 在社交媒體裡 就有很多人對於劉德華先生 是有人身的攻擊 有些侮辱他 諸如此類 我就覺得是非常之不公道的 我在這裡表示對於劉先生 他能夠勇於表達他的意見 是表示敬佩 亦都預祝他 來近十二月的演唱會成功